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冷水加热就变温水变热水 那冷泉也是水 冷泉加热之后就变温泉 有错吗 为什么高雄市的官邮局局长 潘和旭这样讲 有民众说你是白痴 到底如何不留情面给它 是为什么呢 那连续强降雨过后 山泉水大爆发 湍急的水流不断涌出 让高雄柴山的冷泉 成了自然清凉的大泳池 不过这种得看老天爷脸色的 柴山浮流水 到了枯水期却是空空如也 日据时代的高雄八景之一 经过时空变迁 自然景致大不同 不过高雄市观光局长 潘恒旭却说 冷泉加热变温泉 让龙烟冷泉在网路 引发了高度关注 甚至有网友酸言酸语 大骂白痴 不知道冷泉的价值 这种智障新闻传到国外去 会背笑 就连柴山登山客也看不下去 哪有可能 这是要怎么来的 其实网友帮我们操作 跟创造议题 因为只有有讨论 在网络算量都是高雄人 还何旭自然被恶搞 逢次网均不是高雄人 还在脸书加码转移焦点说 他们一定不知道 高雄天亮的冷泉 就是加热变温泉 态度依旧强势 阿热变温泉 这个是高雄人都知道的 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的温泉业者 要变冷泉 不就加入冰块 所以讲这样子起来 对观光业者我觉得 很离谱也蛮好笑的 观光局长自爆 高雄的度假饭店 温泉是加热的 已经令人傻眼 说苏奥某饭店也一样 却被打脸 搞创意 搞行销 要拉抬观光 局长每天都有新想法 也饱受批评 有句话较言多必失 但用在潘恒旭身上 恐怕又会说 这是创造话题制造声量 潘局长这样讲 应该没错吧 为什么大家都要骂他呢 据说潘组长 跟瑞德哥之前是同事 是不是因人 所以答案不一样 事实上潘恒旭 去接高雄市的观光局长 那么之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说他点子多 他确实是点子多 那么他曾经在自由时报 当过几个月的市政组的记者 所以我蛮了解潘恒旭的 所以呢那么高雄市长韩国瑜 你要准备开始接招了 什么意思 因为我相信紧接而来 如果这四年他都当观光局长的话 那么他将会是话题不断 他会一直出招的意思 才从12月25号接观光局长到现在 他已经有多少话题了 很多 已经甚至于超过高雄市长韩国瑜了 那也不错啊 功高正主啊 那么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猴子吃胖了不会变猩猩 猩猩减肥了也不会变猴子啊 不会 什么意思呢 因为很简单冷泉加热 不会变成温泉 温泉变冷也不是冷泉啊 为什么 等一下跟各位解释 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啊 其实如果你要推展观光是好事啊 那他在解释就是说 那个熔岩冷泉啊 加热就变温泉 变烧水啊 冷泉加热就变温泉嘛 因为冷跟热不是差一个字而已吗 所以他认 他讲是这样讲 而且他还提出 特别提出说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呢 有高雄八景的龙岩猎犬啊 事实上 事实上 那么这个讲法对不对 不是日本统治台湾时代 而是从清朝开始的凤山八景 就有这一个 那么他其实特别提到两家饭店 其中一家位于大岗山 也就是越世界附近的高雄的一家 高级的温泉那个饭店 是花季温泉饭店 那特别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冷泉加热变温泉啊 真的啊 不是他就这样讲嘛 然后就说大家都知道啊 然后一有所指就说 啊不是台风天有人 有某高层政治人物去泡汤 他暗指奉刺的是陈菊 前高雄市长这个花妈陈菊啊 那事实上这件事情 曾经在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嘛 还告来告去这样子嘛等等啊 另外一件事情 他就加一句说 那么宜兰苏的龙山 龙山林饭店也是这个逻辑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呢 刚刚说的花季温泉饭店 他是在暗自讽刺 前高雄市长陈菊啊 故意的 他去讲龙山林饭店 也有他的政治意涵 他不是在自由时报当过记者吗 原来苏澳的龙山林饭店 就是我们自由时报创办人 林龙山先生的关系企业 然后呢 事实上他特别暗讽 意思就是说你龙山林饭店在苏澳 苏澳不是冷泉出名吗 所以你也是吧 意思就是你也是跟高雄一样 把冷泉煮热了 就变温泉了 是不是 龙山林饭店立刻跳出来打脸 我用什么东西打脸啊 很简单 我把我两张执照拿出来打脸 各位 我们台湾现在温泉法 有严格的规定 然后呢 龙山林确实有一张 苏澳的冷泉的证明 那才往地下挖 大概一百多公尺 有一个水井 那往下挖 抽取相关的冷泉 地下水冷泉上来 这个是确实确有其事 有执照的 不过 他还有另外一张执照 是温泉执照 两个都有 往底下打更深 五百多公尺 抽温泉上来 热的 而这两个 一个冷泉 一个温泉 那么龙山林温泉会馆 立刻拿出来 我有两张啊 谁说我是把冷泉加热 变热泉啊 所以你根本就胡说八道嘛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直接到网站上面来定 我们的一个专案里面 写得清清楚楚 那潘恒旭后来 也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公开道歉就对了 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肯定 他讲错了就出来面对 但是你在讲之前 难道因为潘恒旭里 不是宜蘭人 所以你就不知道吗 他不了解嘛 因为他在说 很多人因为不是高雄在地人 所以不知道嘛 所以用同样的道理来 等于说告诉你嘛 难道你因为你不是宜蘭人 所以你就让讽刺人家 龙山林那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冷泉 主来变温泉嘛 那你在讲之前 你现在是高雄市观光局长 你难道不应该查证清楚吗 那除此之外 潘恒旭还犯了一个 逻辑上的很严重的错误就是 他说 这个问题让大家关照 所以这是好事 网路的流量声量也大 这也是好事 你错了 你错了 如果现在还在选举 那你网路流量不管好消息 坏消息 都是好消息 对不对 可是你已经选完了 韩国已经当选了 那你现在已经当了十几天的 这个观光局长了 你不再是选举的这个等于说幕僚 所以你现在网路流量如果要大 那应该是好事情 有利于高雄的事情才对 那在这个部分 他有特别提到说 在日本同志台湾时代 高雄的相关的确实把冷泉 阻拦当温泉 对不对 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说清楚 讲明白 文史工作者 那么隐军具体告诉你 不是在刚刚那个地方 是在离他所说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硫磺泉这个地方 那么在硫磺泉这个地方呢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 那他们发现这个地方 那么确实有冷泉啊 所以呢 那么日本人就把这个地方 盖了一个 盖了一个相关的泡汤的会馆 你要知道 那么日本人很喜欢那个泡汤嘛 所以你看新北投的这个天狗庵 对不对 很多的那个泡温泉地方 就是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一个一个温泉会馆起来嘛 那日本人很喜欢泡汤 因为日本本身火山多 所以他有很多的温泉啊 那来到台湾以后 他确实在这个地方 弄了一个叫做高雄温泉 把当地的冷泉加热了以后 变成温泉会馆 当年确实有这样 但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他另外一个地方就对 他们当年确实有这个地方 当时有一个高雄温泉嘛 那个是 但是你不能得高 到菜都 所在不一样啊 那高雄温泉现在还有遗址 不过因为事实上呢 我知道这个潘恒旭是想说 那能不能把这个地方 重新变成高雄八景 然后吸引观光客来嘛 但是事实上 除了已经高雄温泉遗址 已经变成遗址 遗址就是说已经没有了 就是没温存了就对了 那么事实上就像 刚刚讲的那个八景之一啊 就是所谓的凤山八景之一啊 现在也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冷泉啊 现在十二个月一年里面呢 只有两个月看得到泉水 连冷泉都很少 对后来就干咳了 就整个都枯垂齐的 都枯萎了啦 然后现在很多文史工作者认为说 不如好好的进行一个规划就对了 我觉得不要太急 那事实上除此之外 刚刚讲的这个冷泉跟温泉差别在什么地方 苏澳冷泉大家都知道 那个地方到了苏澳去 至少我们会去泡泡脚 对不对 那苏澳冷泉呢 很大概温度二十几度啊 那么很凉 但是泡了以后呢 有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 它没味道 有点气体在里面 对对 有一种气体啊 跟各位说 那么以前啊 喝的玻璃罐汽水 南木内 南木内这里面也可以淡住淡住汽水啊 蹦了一下 气泡弄下来喝的那个 那个碳酸的水质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 包括苏澳的冷泉都有拿来做 因为它里面有碳酸啊 有碳酸相关在里面 我们知道的汽水就是碳酸饮料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所谓的温泉跟冷泉 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的温泉 因为我喜欢泡汤 所以我对这个非常了解 全台湾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温泉会馆 有三种不同的温泉 它有什么 硫黄泉 有那个味的 那闻起来臭臭的 然后白黄泉 还有碳酸泉 那通常有些地方 你看乌来啦 还是新北投 那个温泉就都不一样 全台湾只有这一家 它有三种不同的温泉 你可以一次泡 那其他的话呢 顶多两种不一样的 这样来 然后呢 温泉就是30度以上 30度以上的地下相关的水 而它里面必须有一定的矿物质 刚刚讲的 包括碳酸啊 包括硫磺啊 包括什么 它有严格的一个规定 然后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什么叫冷泉 冷泉是30度以下的地下水 那这个地下水呢 事实上 它的含量里面呢 其实最主要是二氧化碳 所以呢 二氧化碳呢 游离二氧化碳的含量 通常啊 通常大概是500以上 所以他们两边的组成分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些人确实有些人啊 他自己本身如果泡不惯这个冷泉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加热 可是问题是因为温泉跟冷泉 他自己本身的功效跟治疗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说冷泉加热有没有 那就避温泉 温泉变冷了 变冷了以后就变冷泉 这样很简单 你们到一天就去带了一个温泉还是冷泉 放在那里就好了 那加热了以后 它就变了温泉 然后放凉了以后 它就变冷泉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能这样讲 所以啊 希望包括高雄市政府在推销 关公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太过简化一件事情 而且可能会无意当中啊 那么会伤害到自己高雄本地的业者的观光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如果知道 那么他是把冷泉组成 把它加热成温泉的话 你认为会不会影响到业者的生意 提出高雄工业区里面的槟榔摊 是一个职业大赌场 我很好奇 第一个谁来赌 还有他们到底赌多大 还有他们什么时候会出来赌啊 对没错 那么现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竞选过程当中有提出 包括是不是成立 旗津观光的相关的特区啊 然后后来就讲到所谓casino casino就是国际观光赌场嘛 那么事实上呢 现在根据我国的法律 离岛博弈条款可以公投之外 其他在台湾本岛里面 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职业大赌场 不过 那是你政府的事情 四个都有 因为职业大赌场倒都是啊 所以现在想要在高雄发大财的人多得很 所以高雄市的警察呢 那么就破获了一个职业性的大赌场 这是一个天酒牌的赌场 抓到33的赌客 还有这个相关的赌场的负责人 跟这些把风的工作人员啊 那起初呢包括赌资 包括四色牌 包括相关的东西 那么外面呢分三个地方 有各自三个把风 所以警方事先收正的非常完整 同时三组人马 哄下去 先把把风三个人全部抓起来 抓起来的以后控制住以后 你来不及通风报信 因为通常都会用无线电来通风报信 所以呢这三个人都来不及通风报信 我就直接冲进去嘛 那直接就用作捉 就把这些人全部抓住了 那包括抽头金 包括赌资 包括四色牌 那么全部都逮捕了 所以这些赌客呢 依照现在五国的法律规定 把他们按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通常就是采取华金比较多啦 然后呢另外呢 但是赌场的负责人 跟把风工作人这些人 就必须按照违反赌博罪 就吃上刑法 把他移送法办了 可是啊警方发现门口有一个槟榔滩 门口 为什么要一个槟榔滩你知道吗 那么槟榔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堵隔 还有监控 万一有警察来抓赌的一个好地方 因为槟榔滩是不是24小时营业嘛 然后营业了以后呢 有些槟榔滩 他还会用这个针孔 马上针孔可以连线 甚至于连线直接连线到赌场里面 还有槟榔滩这个位置呢 很多台湾的这个槟榔滩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它是用货柜改装的 所以货柜改装了以后呢 他甚至可以把货柜后面烧开 然后直接跟民宅连在一起 或者是好几个货柜连在一起嘛 那后面就暗藏很多的玄机了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是以槟榔滩作为掩护呢 来开职业大赌场 但是过去也曾经发现过 刑事警察局这些警方单位呢 也曾经在桃园中立附近啊 那么也抓过利用槟榔滩干什么 贩卖军火枪械 那为什么 一样的道理 因为槟榔滩是不是开在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那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很容易就说是买槟榔嘛 你就买槟榔嘛 对吧 那买槟榔过程中 但是啊 通常警方要内线 跟监或是监听 耿久了以后呢 那么跟进到竹联邦的相关的信堂分子 一个张姓男子呢 发现他背了个东西来 那因为现报就是说是 贩卖相关的这个交易枪支嘛 好 下去以后呢 真的查获了两把的这个制式冲锋枪啊 我在台湾的黑社会里面 制式枪支的费用就贵 包括手枪都很贵啊 手枪以前一把 大概十几二十万这样子而已 现在不断的这个升高到二三十万 那如果是长枪的话 都是以前是三十万 现在是五十万起跳 那如果是很棒情报人员 专用的那种冲锋枪 AR15突击步枪 那价格有时候可以冲到八十万啊 所以呢 直接那么查到两把的冲锋枪 那也包括子弹等等 把这些枪支跟人员呢 移送法办 那除此之外呢 卖枪毕竟是少数啦 还有卖什么呢 卖一个东西 叫做毒品 为什么呢 刚刚黄赌毒是不分家的 所以呢卖毒品就是利用槟榔摊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在卖槟榔 也是二十四小时嘛 那一定要熟客 如果不是熟客 会不会是警察 故意假冒的 来了以后 你也是拿一千块 可问题是我给你的东西 熟客的时候我知道 所以呢 来了以后呢 我一样卖香烟给你 卖槟榔给你 但里面装的不一样 里面装的可能是 安非他命的毒品啊 那看你一千两千 那里面是种多少 来卖这个相关的这个毒品啊 那突然刚刚说黄赌毒不分家嘛 所以呢 槟榔摊还卖一种东西 叫做色情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包括在这个新竹 还有包括在那个南部 破获了好几种啊 外表用槟榔摊 那后面可能是连接铁皮屋 或者是货柜屋 或者是以槟榔摊 作为一个幌子 外面在干什么 后面在干什么 后面是男人的天堂啊 那他们通常大部分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跟很多在中南部很流行的 这个越南小吃店一样 利用这些月配 或者是说早期的时候 包括中国配偶 加来台湾的陆配等等啊 在后面另外开设了很多的包厢 那就从事 其实跟酒店差不多 但是他的消费是比较便宜的 那在里面呢 就从事一些 这个等于说 色情的交易的行为啊 有时候警方也是很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警方要在适当的时机 整个说能够收纵完毕嘛 所以自己还要深入虎穴 扮演着嫖客的角色 嫖客的角色 那一刹那的时候 在那出现色情的情况下 轰了表明身份 我是警务人员 我载道理了 这样找你从事色情的表现 那现在因为有这个 偷密录器 偷拍器 所以呢 一言一行 我都可以拍下来嘛 不怕你搅赖就对了 所以警方曾经破获很多这样的一个挂羊头卖狗肉 那很多这种破获呢 其实会跟警方提供宪报的是原配 是先生 先生去外面 一直榴莲这种 榴莲那种色情 冰郎店 所以呢 太太一气之下 那么不回家 一天到晚榴莲这个地方 偷偷跟着 都来这里 对不对 那我就跟警方举报 那后一会儿的事情 来吃冰冰 要冰冰 都入了 都不会出来 所以举报了以后 警方就破获了 那槟榔西施的文化呢 在台湾非常的有名嘛 甚至于很多的观光客呢 还有固定会上这个 游染车开的 开到特殊的 以前有几个特别点在省道 还是高速公路交流道 都特别辣 很辣了以后还要穿丁字裤的嘛 然后那段时间里面 游染车还开到槟榔他们旁边 然后槟榔西施还特别上来 上来以后还这样卖 对不对 哇 那些国外的观光就不得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看过荷兰的红灯区啊 没看过台湾竟然有人穿成这个样子啊 穿薄纱 不是薄纱而已啊 穿到肌肤是全裸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大家就赶快买买买 然后买了以后呢 当然给小费了 或怎么样了 所以呢 后来台湾的槟榔西施 还衍生出一个很特殊的 我曾经有一次跟一个 这个女孩子呢 同台 她的行业非常特殊 她专门负责设计全台湾 槟榔西施的服装 又要水手服 又要学生妹 又要护士服 又要什么 又要性感 对不对 然后又要特殊 又不能重复 太多重复了 人家就不买了 等等啊 那除此之外 台湾的槟榔西施 最有名的一位 除了那个双冬姐妹花之外 双冬姐妹花很有名了嘛 最有名的一位 那应该讲 是在2010年 在新北市的中和 那个北二高交流道 其实说坦白的 因为我家就 常常要上中和交流道 我们常常 也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 常常也会多看两眼 为什么呢 以前的那个年代里面 拼哥就知道 以前那个年代里面 这一条 这一条要上去 哇 几个大 我是很佩服他 有的是台北寒流来袭 对不对 他们还是穿得很清凉 你知道吗 然后老板就把 那个旁边那个电热器 就放在他们旁边 然后怕他们冷冻着了 可是你不能穿太多 没人买啊 因为这些 这些司机 对不对 就一定要看你穿很少 所以才会靠边 然后给你买个槟榔嘛 买个饮料等等嘛 那他们就赚取相关的业绩 那在这个地方呢 刚好2010年 出现了一件事 槟榔西施 颜如意啊 因为他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时候要唱 所以有时候再来跳一个舞 静歌乐舞 然后再出来 那么他穿得比较清凉 所以当时的这个 综合相关警方呢 就有一位这个 软性的援警来规劝 不要穿得太暴露 那有些人说 如果啊 如果他不是三点 漏三点 难道可以办他吗 哎 法律签万条 要用自己抄 社会秩序委员法 还真的有办法 有办法来办他们 如果你真的要找 法律漏洞的话 还真的有办法 你知道吗 我可以用社会秩序 委员法里面 去找相关的法条 来办你啊 那一天这个软性援警呢 是规劝他不要穿这么少 或怎么样 就没想到 因为严盧毅啊 他个性比较强硬一点 那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严盧毅 其实他有一个夫妻 相关的 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啦 小时候 他就变成了单 单亲就对了 然后呢 又跟着弟弟 寄人篱下 才有这么一段的过程 那为了要这个生活生存 所以才来当檳榔西斯 所以他比较独立 个性也比较强一点 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警察在他说的时候 然后两个就吵架了 吵架了以后呢 那你看两边 你看警察在他说 你看他也回骂 然后回骂了以后呢 两边你看 那么凶悍 对不对 然后回骂了以后 警察哪有可能在你妹 对吧 所以到后来就演变成这个样子了 演变成 因为因为他妈 他用彰化骂警察以后 警察立刻用大外歌 柔道大外歌的 给你吵了对吧 那笑以后 严如意你看 他这样娇小的这个身心 哪看这样摔啊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 当然他也变用 妨碍公务移送法办 可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重点在于说 因为他就是一个女孩子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远警这样摔 那么社会有各种不一样的 有同情警察的 有同情严如意的 就认为说 你就何必这样子摔他嘛 没有必要 因为他甲买了 然后也受伤嘛 当然他这样的行为是不对 然后他去呛 他不可以这样牵上警察 可是这位远警也因为这样 被人家调职 甚至于还处犯 但后来包括警方 还有社会各界 也有不同的这个讲法 也有警方人员认为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 警方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被人家这样误入的时候 你还把他调职 还把他寄过 所以后来就力挺 这个软性的远警就对了 所以严如意 后来也被移送法办 不过后来 我想这个检察官员 也是鉴于 鉴于他自己本身的出身背景 跟后来的态度 所以给他还起诉 还起诉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再换的 不要再那个的话 你就还起诉 就当做 就当做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这样子而已 所以包括他 不是只有他而已 香港都来采访 香港来采访 还不够汉 为什么呢 各位有一个人 你们可能应该都听过 日本有名的AV男优 叫加藤英 加藤英刚好获邀来台湾 一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对严如意惊为天人 你知道吗 日本还做这个严如意的 相关的新闻 不过南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为什么呢 因为槟榔西施 曾经在台湾的 这个槟榔业 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让很多台湾男人 眼睛吃冰淇淋 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 来台湾 甚至于把它拍片 拍纪录片的 就没想到最近 吃槟榔的少 然后再加上说 不景气等影响 以前很多的槟榔摊 起薪 那槟榔西施都是三万 甚至有人好一点 四万起跳的 不过最近也都掉到二十几K了 然后要求一大堆 上班时间比上班族还长 上班族八个小时 要九个小时 然后还有业绩压力 你一定要每天每个月 要卖多少颗的槟榔等等 然后又可能很冷 然后薪水所得又不多 还要面对很多色情 猪哥的毛手毛脚 性骚扰性猥亵等等 所以现在在台湾 其实槟榔西施已经没落了 难道这个男子说 他忙着他祖先跟他说 说祖坟就流水了 里面已经有阴湿了 赶紧的来修坟了 他就把那个坟墓处理一下 结果被罚钱 刚才的职业大赌场 由槟榔摊来当掩护 这个其实看在也开过 骄警的兵哥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好方法 如果以当年兵哥 开赌场来讲的话 他应该有很多的方式 来掩护他吧 我说台湾人 骄警很坚定 你看并东 整两个并东那间 二十八而已 够六十个 你要看 很多都是阿公阿嬷 大家都要拔就对了 对大家都要拔 所以你看 这叫修骄 因为敲出来的时候 这十万几千块而已 差不多十万 以前 早期的骄警就对了 早期你要开骄警 都是黑白共治 我说黑白共治 你要开骄警的时候 土地公董事 我说土地公是什么 行事座的 行事座里面 都有一个责任区 责任区 譬如说我现在在上山 我以前是在开在上山 上山都会你知道吗 上山 上山你去只有一条路了而已 一条路可以起去的时候 你有办法 由山顶看来山下 所有的情形都淫无了然 象山什么最多 广廟最多 苏林广最多 我记得我以前的朋友 他们阿嬷 在那里 因为我们兄弟拿下来 兄弟拿下来的时候 有一堆钱 买一堆 买一堆 在山顶的公楼里面 做了十天就好 你做买惊 因为他 郑的后边有一个大厂 我有去看大厂 很大 你知道吗 对你最重要 对 我以前拜托我们朋友说 你去跟他们一起说 如果他们就知道 你都知道 航子来的嘛 兄弟出身的 好啊 十天 十天 他这东西的时候 我来到去找警察了 我来警察的东西了 官府的 行事座的官府 问说 阿兵要开多久 十天 五万 快散了 十天五万 想拿五万 五万 对啊 你要拜买头啊 这白的拜买头 你黑的也要拜买头啊 你上山过来 你要这样 他的当地才开 究竟 你当然也要拜买头啊 这 兄弟跟兄弟就对了 艺术艺术的 青菜包一个红包就对了 所以我当地要开 开的时候 你要怎么找人 以前我公司 电影公司嘛 在社民庄嘛 社民庄 对面刚才一间 叶巴蕾的母厂 以前我们就经常 叶巴蕾的母厂去跳舞 这里的母厂 大家都很熟 台湾都很熟 透过母厂来找人家 以前 高平登起的时候 我跟你说 去叶巴蕾 有什么就站牙巴蕾 新加坡母厂 法党母厂的人 这都是什么 各头老大 商人 领域代表 他们这棋 都有固定的宿舍嘛 所以宿舍 就知道这些人客 有运才没运 有运 还要拨 甘了就来 有运就是有钱啦 对 在松山山寺那儿 都安排高人做的 安排高人做的 你一定要有母厂带来 我才要收 你如果单独来 我就没收了 母厂带来 高人做的就再去了 再去的时候 我都 台中拨护厉害 不可能现金这么多 隔壁天空的时候 再来夾 要来夾的时候 有开票 生体会开票 没有开票 生育 就送回来 再去就送回来 你知道 那时候 松山的港台 是说 这张 我怎么算不少 不洗张 就开始要来 宣伯兵 宣伯兵的时候 真正 我说过了 我已经把你们 大的港台都拜 五万 买的都拜去了 好 你要拿 不要紧 我又给你一遍 但是这不像人 对 我又给你一遍 真正是 大家吃好 到相互 第一个沙漠就对了 沙漠 沙漠 三个人来 说带着衣服 来我这里 放在桌子上 说 要拿多少 我又不是 扣你 扣得太大 好 给你嘛 我叫你什么时候来拿 那会报四点 我来拿的时候 拿拿 我好像 记名 我好像五万 给他 因为你刚才 五万就很大 五万 对啊 五万拿去的时候 我刚才说过了 一条路 我记名就叫老师 叫我们保庭 有没有 扣三起床 离开 等一 你一起床 我三起床 那时候天晚上的时候 我把阿彩回家 交警的时候 阿彩回家 公廟 那时候 轻松 三万拿回家 等到天晚上的时候 我给他带他 我叫老师 陪我 带他去 福德公务 旁边那里有没有 那里不是都没有 这里是公务 那里是都没有 没有 你知道 刚才製作人也有说 都有 扣鞋 你知道吗 土工 土工那里都有 工廟你知道吗 因为他骨头 扣起来的时候 现在工廟 放到 房间里面 所以 那个工廟里面就阴森森 你知道吗 竟然带他的时候 这三个狗 如果看他带他去 我就说 阿彩救母 你不用他扣 不用他扣 他好像 叫他鬼的那里 他就屁屁 到那里 求娘 拜托拜托 面对 拜托 不要跟我那里就对了 他怕说 以前兄弟 常常说 外台外台 对 台隆的时候 穿一个头 在面顶而已 大家是 怕得不死 到买 带他们 算 带他们 使务下跌以后 让他们回去 让他们回去 我们说实在 人家要 狗头大就是狗头大 他认为 这怎么可以这样 既民人就来 拜买头 我们怎么能够 去扇八道兵 全部拿两条 这条狗 这条 我就三万 我就 五万 我就拿回来了 之前第二边 那个 拿的时候 红包 红包是 头一边 第二边 拿的时候 我拿三万 人家的 隔天的 既民三万 行来 从我包的 红包 给他 他也拿回来了 他也拿回来了 所以说 以前 浙费人 浙费人在处理 事 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經常說 為什麼都要用10天而已 因為流動式 你如果超級10天 你就有時候 這場就被衝掉了 被被發現就對了 不管是兄弟來衝 還是警察來衝 所以說 土地公問你說 要用多久 你用多久 我說這些土地公 雖然把你修圍的時候 他對你幫助很大 我現在要刷牙南港的時候 他就去拜託南港分局 行事組織幫你幫助 模式一樣 複製在 就從上山複製到南港 土地公介紹土地公 對 你知道我說 大家為什麼毒性很堅強 我買了四十串的火鍵 裡面改裝成 絞金 四十串的 四十串裡面 你可以放三四度 三四度 對 你可以放三四度 晚上大家差不多 七點八點的時候 一合 對嗎 但是這個沒有母車帶 但是母車一定要帶來現場 像火鍵開始搬 開始從台北塞到屏東 屏東 又從屏東塞到台北 繼續 天空了 早上吃吃的 開始結實 在車上這樣搬 對啊 這因為你走在裡面搬 對啊 所以 欸 那還最穩 那沒有人知道 公路的也不知道 因為沒可能跟你知道 廢了整車 公路廢了整車 是沒辦法 所以說 台灣人要搬 這是在社會 以前的萊莉亞也是 萊莉亞我們這些幹部 都沒有什麼事情 因為在工作 分配好的時候 這些幹部都沒有事情 沒有事情 要做什麼 我們上面就說 用饅頭 做肉粥 不然就是 用抓蚊 做配飾肉粥 就開始搬 主管看到 沒關係 他怎麼 主管也希望你去搬 怎麼 他可以躺下樓 我們在裡面 是都搬現巴勒 沒有在搬 搬什麼 庫里亞 沒有搬什麼 記者 都現巴勒 你有現巴勒 下來搬 你如果沒有現巴勒 不用說 對 所以說 有時候嚇你搬書 對不對 明天再要搬怎麼辦 趕快叫主管說 你趕快 他們下班的時候 去我們家 要去把我們家 去搬 錢拿回來 10萬拿3千 他怎麼搬 對不對 所以說他們這些主管 大家也買 你盡量搬 逃腿費 不要給我出事就好 我真是比一支援 所以說 感受在搬 比那 有時候在搬 我們說實在 有時候比社會在搬 更糟 所以說 台灣人 你看看 這個肚子有堅強嗎 非常堅強 走得多 拔得多 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條件容易被脫墓 難道這個男子說 他忙著他的祖先跟他說 說祖墳就流水 裡面已經有隱私了 趕緊的來修墳 他就把那個墳墓 處理一下 結果被罰錢 到底 所謂的脫墓是真是假 這個要問到的是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是非常資深的節目製作人 林志文林大哥 他是早期玫瑰之夜的製作人 是 這個祖先脫墓 竟然罰了三十萬 這是在南投發生的這個案例 這位是劉先生 他說 三年前 他就夢到他阿公 來給他脫墓 他原本以為這種的是 黑白夢 亂夢 後面發現不一樣 因為他阿公每次講的 重點都差不多 好比說阿公講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他的夢 夢菇好像去處理到 他那個裂開之後 水都射在裡面 所以他就被泡在裡面 他說 很冷很冷 阿公變異屍這樣 對 那這個時候 那個劉先生 他又聽到 阿公跟他講最後一句話 他說千萬五湯立塔 五湯 就是他不要進塔 要撞滾 要撞滾 不能進塔 對 那劉先生他就自己來了 他就想說自己處理一個 原地這樣弄 但是政公所就看到了一個現象 就說你不是原地整修 他是在旁邊又黑一根 他想要重建 這樣不對 他違反那個殯葬條例 要先報備 要先報備 要核准 另外呢 這個也是侵占國有土地 所以連續告發 告到都做多少 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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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萬 沒辦法處理阿公 講的就是黑白睡 對 不行 原地整修 那後面 這個三十萬還是要繳 他上書駁回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他如果說還要 阿公說不要進塔 所以你要再逮回去 那邊就是有水 阿公還是會很冷 怎麼辦 那像這樣的事情 在這個也無獨有偶 在這個內湖 這個五子山公墓這邊 有一位江老師 他那時候也受聘 要去幫人家撿 風雪老師 對 林雪老師 然後呢 一挖開的時候 這個更嚴重 因為我們的墓很多時候 用水泥去空 但是那個水泥擋不了水 滲進去之後 水反而跑不出來 所以他那個墓裡面 都是水 關浮起來了 打開還是水 仙人就在那裡都沒有暖 這個民俗上 叫做水滿關 就泡在水裡面就對了 對 你想要棺材又有水 柯林採水不對 那個是活人在採水 往生的人叫做濕水 這種的 對往生的子孫不好 聽說就是會損難盯 這樣子 會造妖 意外身亡 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會讓你的生意破敗 劫財 幹嘛等等 這種問題 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以後再蓋這種 他以他們那個專家在講 你要去這個門 要去水線 山都有一個水線 以上 不能以下 有一個地方就是在南港 他這個這個研究院上面 他有個軍人公墓對不對 他也是蓋在水線以下 不是以上 一大堆水師 對 那這時候裡面是住一個陳爺爺 他也跟奶奶說 他很冷很冷 他也來託夢 來託夢 但是這個處理完之後很溫馨 怎麼講 這個爺爺在民國79年的往生 他一身龍馬 盡忠盡孝 所以他後面的遺院 他要站在軍人公墓 是 這個都很順利都把它辦了 但是辦完之後 這個陳爺爺回來跟奶奶託夢 這個奶奶就跟他們 怕孫子說 他都受科學教育說 爺爺說他很冷 他想說 你不要想這個 怎麼可能 但是奶奶他很執著 他就想說很冷 他就沒衣服穿 就把他燒兩套的軍裝 燒三個穿 對 另外他還要燒一套什麼 金衣 那個更衣 就是說有那個什麼 梳子 剪刀 那種有沒有圖案的那一種 就燒給他 他想應該就沒事了 一陣子之後 這個爺爺又來脫毛 應該說謝謝 不是喔 那麵仔清順順 跟奶奶講說 很冷很冷很冷 就是很冷 對 一支手這樣 把那個奶奶抓住 奶奶說好痛 夢中 但是他會講 好痛喔 你給我放開 他甩開之後 你知道嗎 刺開之後發現 他手上的那個玉琢 本來拔不出來了 才講一種水在頭上 玉琢碎掉了 碎掉了 然後他這個手 手腕這邊 又一口黑青 那我們不懂的 就算了 連我們這種都看得出來 這種不吉 阿公給他掐的 對 然後 直到有一天 公墓 來了一封信 要撐骨 他有規定 十年就要撐骨 那這個奶奶 這一次就特別找到一個 有經驗的脫宮 那時候 到現場的時候 把那個棺木打開 打開的時候 哇 真相大白 怎樣 原來阿公都泡在水裡面 真的是變水師 沒有 沒有爛掉 那當然這個脫宮就折日 再來把那個骨肉 分開 把它燒化 就圓滿了 後面這個爺爺 又來跟這個奶奶脫毛 這次完全不一樣 因之焕發 為什麼 因為他穿上那個軍裝 軍裝 然後跟那個奶奶講 老太婆 他生前是叫他老太婆 老太婆 我要去上班了 很好 然後再轉身 一個move 要跟他說 goodbye 那時候 他說 這爺爺 辛苦你了 你要多包裝自己 好 就 刺起來 這麼開心 那個奶奶 淚流滿面 這時候她發現說 相愛的人 即使陰陽兩個 那個感情永遠在 這就叫什麼 真愛 所以真愛 不怕鬼 偷光也不怕鬼 但偷光最怕什麼 印絲 偷光怕印絲 因為他們講這個 有些時候不是像我們這樣講 因為他們會避諱 他講說 那個整個好好的 我們說比較促逼 對對對 整個好 我還有聽過一個說法 在嘉義那邊說 有一個偷光說 那青春 刷魚 聽不懂 刷魚 我想說什麼刷魚 我在想會不會是鯊魚 然後它那個白無白無 跟那個灰色的那種 顏色 它形容刷魚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做這個神出鬼末節目錄影的時候 在中二高那時候 我們有一邊 不是都鐵塔 電塔有沒有 那時候都聽說那邊有印絲 那去拍攝 果然 找到了那個印絲 那時候那個師父 他講那個硫磺加米酒 把它壓一壓 好像有加一點什麼化學料 就把它燒掉了這樣子 但是這種印絲可以燒掉的 還算小事 有的不能燒 有的不能燒 燒不掉 燒不掉這個問題就打了 這是發生在新竹 他們這個託公子 釋迦傳到第三代 這位蘇先生 人家都叫他阿信阿信阿 他跟他師承他阿公 然後阿姐都帶他去召 召一般召 他把那個檢骨召一召 召那個王金安 王金安有的又拿回去帶 有的還要去燒 燒一燒的變古灰壇 這麼進塔 他們就接到一個案例 就有一個大哥 你記得 就這樣講說 我現在要處理一下 新竹那些山上去拿那個骨罐 但是他是要牽到南部去鞍葬 你三位 他也請地理師看 地理師就給他看到有時 五點到七點傍晚 那他們講說 是不是要先去跟 整理那個夢插 沒有那麼遠不知道要撥到幾點 他說不用啦 那當天很快 他們就約了 本來五點要到對不對 你記得 低度 遲到 他到六點才來 發現 他又不太一樣 早了之後 七點了 即時已經過了 也記得在那邊就算了 對 那阿杰 那個阿杰就說 快拜拜 我們要快處理 開始挖的時候 一下子挖不動 奇怪 這個阿杰怎麼 那個台下 台下 那種口頭殘 這後面在挖的時候 我看到了 看到一個棺木前面 那個凸出來的那塊木頭 他說 你不是要找那個骨頭腕 怎麼會有這個 瘋到棺木 對 就問那個大哥 委託他們 你不是說要挖的 他說沒有 這位這組不對 沒問題 沒關係 你把它挖下去 有事算我會 就這樣子 那因為是工作 又繼續挖 棺木出來了 那時候 晚上也是等於說七八點 八點多 燈光昏暗 星光閃爍 耳邊傳來那個吹狗爐 一陣 一聲一聲的 很緊張 他說這時候 像香港那個殭屍店 他們棺木一打開 打開的時候 本來是要 等於說他還幫他的祖先阿公 來處理的 發現裡面躺的不是阿公 是一句女詩 挖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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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想說明明怎麼變這樣 那時候他也雙腳一攤 委託他們那個大哥 開始語無倫次 你有聽到嗎 你有聽到嗎 聽到什麼 聽到什麼 那時候不知道 那個人家 就點得那麼細細黏 他就跟他講說 那時候跟你說 你怎麼隔壁 現在哭得這樣 嘻嘻嘻 就有人在嘻嘻笑 你又在唱 什麼什麼時候 你又在唱 那個大哥說 不是我啦 我怎麼有你唱 那是一個女孩子 聲音 這時候他們現場三個人 同時 就聽到嘻嘻嘻笑的那種聲音 慈其彼弱 大家雞母皮 整個都穿起來 這樣啦 這時候那個大哥 緊張到怎麼樣呢 他就連滾帶爬 他要趕回去車上去了 不想待在現場 嚇啦 對 他們那個姊子 在後面說 你早上要捏 要捏走最快的這個 他就嗆了一下 那後面那個阿神 因為他是店後 他本來想跑 但是你也知道 跑不掉 因為跑了還要回來處理 他就拿了一炷清香 跟躺在那個棺木的那個姊子 他說姊子 抱歉 因為我們也是做事 我在亂中 不是我故意 很抱歉 後面我這裡請書 幫你黏筋 嚇嘻啦 抱歉 再把他蓋起來 後面七天 他就依照約定都來送金 結果那位大哥 不是跑回去了嗎 一病不起 兩個禮拜之後往生 真的抓最快的呢 抓一個 阿信就是像這個 跟主持人講一樣 他說 甘味是 他整件事情覺得很懸縮 甘味就是 他們搶這句話說 要抓就抓最快的這個 但是阿信還有另外一個解讀 也或許是另外一句話 那時候那個阿尼基不是講說 你就把它搶下去 大家算我的 都算他的 都算他的 所以就造成這場悲劇 我們來賺這個外塊怎麼樣 說給別人愛的抱抱 一小時台幣可以收2500塊 也蠻好賺的 有沒有什麼資格限制 在這一刻呢 我突然覺得我蠻想成為病人的 你知道嗎 誰能給我一個擁抱呢 對不對 被抱我還要付他錢 你知道嗎 但是我相信被這位正妹抱的話 你會覺得很值得 為什麼呢 他說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網路上認識你之後 你來找他 他就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 然後收錢這樣 然後就收錢 對然後他說 他的意思是說 我在撫慰人性 有沒有為什麼呢 他每天工作都15個小時 然後每天都要跟各式各樣的人見面 見面的時候不斷給予擁抱 而且呢 讓你感受到人世界是有溫暖的 據說有很多男生呢 就不小心生了病 就來找他 能不能給我一個愛的抱抱 不意生病吧 對然後但是因此你知道嗎 他一年可以賺5.5萬美金 折合台幣170萬 什麼碰巧 各位觀眾170萬 只要用抱的是不是很好賺 我也想賺 可是沒有人會讓我抱你知道嗎 但是接下來你看這個影片呢 你一定也會受到更多的撫慰 為什麼呢 辣妹大家都來看 這個人叫喬丹 喬丹 好漂亮 這種感覺實在太棒了 你看網路上 噔一下 天啊有沒有看到 蓮蓬頭實在太不給力了 直接K他頭 就K下來之後 這很痛 剛剛看起來很性感 有沒有 怎麼看怎麼性感 但是K下來那一刻呢 那就是非常悲劇的事情 痛喔 對不對 所以女神呢 有的時候也會被這樣的狀況呢 變成不女神的 變成搞笑片 有沒有 但是呢我們看過了外國的女神 不論是我們這個愛的抱抱女神 還是超級辣摩喬丹 這樣的一個女神呢 其實呢 在我們心目中 最多女神的可能就是韓國 為什麼呢 韓國老實說韓國很會打扮 整形美女人 尤其是韓國運動 你知道每次你看籃球棒球 還是排球 都會有拉拉隊 這個人呢叫做安智賢 安智賢 叫智賢的好像都很漂亮 對為什麼呢 因為韓國全智賢是九頭身 安智賢其實也是169公分 然後呢他的陣子是什麼呢 就是拉拉隊 他常常呢 不論是這個籃球隊也好啊 或怎麼樣 你敢穿喔 他禁歌熱舞 然後呢這個身材呢 受封為什麼呢 韓國國民女神 有沒有 國民女神長這樣 大家都被融化掉 所以可能因為他 結果韓國的那些 不論是職籃隊也好 或職棒隊也好 突然票房就增加了很多 但這個是屬於運動拉拉隊的美女風 接下來這一位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呢 據說他已經被受封為 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 他是仙界來的人 真的嗎仙女來了 為什麼 來看這張照片 請看仙氣美女金智秀 是天氣太冷嗎 注意一下這個 有沒有 這張照片 還是他抽菸 不是太抽菸 他就剛好出了人穿機場那一剎那 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天氣太冷 就這麼長 但是我跟你講 你好像看照片覺得沒有什麼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今天在零下或是零度 你這樣去哈氣 保證不會哈那麼長 對啊為什麼一百公分 你知道這個有人去量過耶 大概一公尺 那你不是整個散掉 廢話會讓這麼強 對不可能這麼長 有人覺得說 是不是劈上去的 有沒有 結果也不是 因為為什麼 這是新聞記者拍的 記者拍的就沒有造假的嫌疑 它是真的 所以大家都問金智秀 請問一下 你怎麼那麼會哈氣 為什麼大家哈氣 不是哈成一團 你不是 你是直接哈成這樣 結果網友說 這個一定是仙界來人 這本來就是怎麼樣呢 一定是人間家屍氣 你呼出來的那個氣 特別的是濕的 所以整個一條龍就這樣上去 但是不論如何 這個是一團謎 為什麼呢 因為連金智秀自己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可以哈這麼長的氣 不要錯過等一下的健美的袋鼠還有牛 環宇搜奇無奇不有 因一身爆筋肌肉而爆紅的澳洲袋鼠羅傑 近兩年飽受關節炎之苦 前一陣子則不幸地過世了 不過世界上除了羅傑以外 比利時藍牛也是浑身充滿了肌肉 走路時不停出現肉紋波浪 這是因為基因突變 讓牛的身體缺少了一種控制肌肉生長的蛋白質 讓他們變成魔鬼金肉牛 但別以為他們很威猛 其實他們非常可憐 除了一身肌肉導致行動不便之外 還有繁殖困難的問題 必須靠人工剖腹生產 由於脂肪含量少 有些牧場為了獲取更高的利潤 而故意繁殖 可說是選擇性育種下的產物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